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接下来要来去看一下预测 刚刚是一个趋势线 你一定要想办法学会 就是预测一期就好了 我现在大奉送 奉送我们预测很多期 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画好这一条 这一条连续的资料 产生出各期的一个资料变化 而且我现在的单位是以月为单位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可以去产生另外一个叫做趋势预测 我先把这个趋势线关掉好了 来去看这个趋势预测 加入 好这没问题 他现在呢 画出来是平平的 平平的 好 那我现在呢 假如说我今天我的趋势 趋势 这边有几个不同的选项 其中我们先看季节性 季节性 什么都不用变了 至少你变这个季节性 改成三 套用 有看到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刚刚在这个地方 刚刚在这个地方 好 我现在是不是使用三期 一期 两期 三期 他会觉得什么 是下降的 合理吧 例如说我从机率的角度来看 合理吗 合理啊 一期上升 两期下降 对吧 合理嘛 所以他会认为 在这个地方是下降的 可是 可是如果 我们这样来去看 一二三 是不是有两期是上升的 对不对 好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上升 这样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 这不就是也是一个预测吗 而且这些值是不是都告诉你了 这个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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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喜欢它吗 从现在开始你一定要做到这件事 不是一张图画好放在那边就好了 你是不是应该要预测出来一些东西 好 所以我们现在再深度的来去讲讲这一些内容 这边有一个趋势预测长度 他说指的是你往后延展几期 我要告诉各位越后面越不准 这是本来就大家可以理解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今天我把我的一个不准的东西放在这边 其实长官一定会问你很多问题 还不如说我们不要预测太多期 我们只以月为单位的话 我们了不起增加个三期 我觉得就已经很够了 你老板应该不会问你说明年怎么样 现在 现在不是才2017年的6月吗 四大运都还没结束 就问你2018 不可能吧 但是他会不会可能问你说那下个月呢 对不对 或者是到今年年底 您觉得会是怎么样 我觉得老板多少 大概只会问你到这样子的层级 也够了 所以我觉得三期 请你千万记住 如果你可以控制好这三期 我就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你可以控制好这三期 或者是你可以先报告出来 让长官知道这三期 我就觉得已经很好了 所以这边改成三 然后略过最后一个 看你觉得需不需要 为什么要略过最后一个 其实在我们机器学习的过程之中 现在这一期跟未来的第一期之间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一定是有先后发生的 既然是预期嘛 你是不是猜 所以呢 怎么样可以提高那个猜的能力 其实有人要把一些关联性拿掉 这样更加可以说明这个猜测是准或不准的 所以有人会略过最后一个点 还是两个点还是三个点 还有这个信赖区间 这我就不用讲了 因为如果统计上面 我们都是在找那个异常值 95信赖区间 所以这边有看到这个95 也就是这个范围之外的 他觉得就算你猜出来 也都不具有统计意义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最多最多就设到95 但是也可以设到90 看你要设多少 一般预设都是这个范围 然后接下来季节性 季节性它所指的是指什么 假设我们今天只看就是三期这边的一个变化 这边的一个变化 那如果说我把这个季节性 就是因为有些人 你看像我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都大概都平平 就是上下下下 这个线上值线下值 大概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你看他预测出来的 是不是没有超过这条线 也没有低 低于这条线 所以他还是在可信的范围之内 那如果我把季节性扩张 123456789 10 我只是为了要扩张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10点 然后套用 有看到吗 是不是有一些变化了 就是说刚刚大概只有到这个地方 线上线下 那现在呢 你看是不是有下降到这个地方 虽然都是预测三期 所以在这个地方看你 你觉得自己的产品 有没有季节性 举例来说好了 登德热有没有季节性 有嘛 你自己的资料 如果你都不晓得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是卖冰的老板 你觉得会不会有季节性 一定就会有 这样可以了解 那 那 如果 有一种情绪 就是说 我今天我走的是那个 就是说 便利商店 那个可能有时候季节性 在 货品的种类上面 它不是那么明显 会有这种情形 所以你去看看 你有没有什么季节性 但至少 至少 这个季节性是要变动的 季节性是变动 为什么 因为 因为 我没有看过 资料是那个 平平的 对不对 资料一定会有高低起伏的 所以呢 有 有高低起伏 这是好的 这绝对是好的 如果 如果是 趋势下降 当然不好 但是我们高低起伏 是要趋势向上的 好 所以这个地方 重不重要 很重要 这几个素质都可以给你参考 好 只是 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 我建议 用三点 还有 下面这个季节性 请你自己去调整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这个趋势预测 好 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